大山你回来了,吃饭了没有,没事的话我去给你做 哎,娘,您先别忙,我问您个事 什么事啊,你说 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一辆马车从村子里面出去,你知道那辆马车是来找谁家的吗 啊,马车呀,那是来找云家的,说是镇子上的老板找他们买猪笋来着,怎么了 买猪笋,什么意思啊 大山很是不解 哎哟,最近原家不是收购猪笋吗,我还赚了一百多文呢,就是你爹死活不肯一起去,不然还能赚得更多 那辆马车好像是镇上的酒楼老板的马车呀 我最近可没少听说镇上的酒楼出了新菜式,就是用猪笋做的,那价格还非常高呢 真的啊,那猪笋是不是卖得很贵 当然了,我这段时间学业繁重,没去过,不过我可是听我的朋友说过,那里一道菜都能卖到二十多文 什么,二十多文,这么多呀,那酒楼得赚多少钱,还有云家他们家肯定也赚了很多吧 哼,云家赚了那么多钱,才给我们一文钱一斤,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太不是人了 什么,才一文钱一斤,娘,你们也太亏了,白白帮人家干活啊 娘,我有个好主意,既然云家能做这个生意,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 对呀,他们云家能做,我们同样也能做,而且也不用什么本钱,就把竹笋晒干就行了 娘,这样,你在家先做,我去联系一下酒楼的老板,把云家的生意抢过来 这样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大不了云家卖给老板多少钱,我们就少卖点钱 对,反正也不需要太多本钱,就算少卖点钱,我们也是能赚不少的 好,就按照你说的办,我这就去掰竹笋回来做笋干 对了,大山,你明天就要去参加寿宴了,送给云家外的鹤鲤买好了吗 好了,都准备好了,娘,您就别操心了 娘,我饿了,快去给我做点吃的 好好好,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做 变刀 李多鱼,衣服给我洗干净了 扎儿并没有人回应他 让他微微的一愣,有一些没有反应过来 诶,那个臭丫头去哪儿了,竟然敢偷懒 娘,那死丫头呢 那死丫头嫁人了 嫁人了,什么时候的事啊 前几天不是还在家呢吗,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啊 他不嫁人,那给云原外买鹤里的钱哪儿来的 这还不是他嫁人的聘礼钱吗 哦,原来是这样啊 李大山闻言松了一口气 原来钱已经给自己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李婶没有告诉他的事 李多鱼可不是嫁人了 而是被卖给了牙横的人 十两银子就把人带走了 只不过他觉得卖闺女名声不好听 所以对外都说是嫁人了